已毒不回的恋人杀青忠诚悍养感冒无法尽防睡 蔡黄乳恋就秒睡功力 还是三历周日偶像剧已毒不回的恋人播出禁卫生 昨晚21日 举办杀青酒 忠诚悍 蔡黄乳 豆花妹 邱浩奇 杨敏威及神明四韶管林 赖东贤 金再勋 英成西等所有演员都出席 该剧经历了六个月的辛苦拍摄 上山下海又越寒流 诚如忠诚悍所说 这是她是拍过最辛苦的一部戏 而为了拍摄她也不断挂彩 如清晨出外景冷到室温 小腿肌肉受伤 不论过程吃了多少苦 也终于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忠诚悍首次参与台式 三历偶像剧演出 笑说自己演的偶像剧台不偶像 因为剧中动作戏不少 但她的境界已成为新生代演员们的指标 该剧超过半年的拍摄中结束 但钟成汉在杀青当天也感染重感冒 现在在家里都要与儿子隔离 也不能进房睡 连两星期都睡沙发 快忘了睡床的感觉 而蔡黄乳 豆花妹 这次拍戏感觉豁出去了 穿梭在不同年代的她演技很放 她笑说有好搭档才能激发自己 钟成汉也赞美蔡黄乳 豆花妹 很敬业 不过她与杨明威最爱在拍戏现场偷拍她睡觉模样 钟成汉笑说奇怪的是怎样拍都拍不到蔡黄乳 豆花妹 张嘴呼呼大睡的丑态 让她忍不住说 真是仙女 连睡觉都好漂亮 有一次蔡黄乳 豆花妹 知道有人要偷拍 连忙拿外套遮住头睡 为让钟成汉得逞 让钟成汉好担心会闷死 蔡黄乳 豆花妹 笑说拍这档戏最大收获就是练就了秒睡 几乎连站住都可以睡住 邱好奇是剧中唯一的大反派 这次难得的演出 让她直呼过瘾 戏一杀清她就紧接住要去大陆拍电影 由于这次演出过于投入 有时哭泣鼻涕就掉在半空中 让导演都紧张会不会影响到偶像的形象 邱好奇表示自己个性很爱钻扭脚尖 有时戏拍板都好难放松 仍沉溺在角色中 戏沙青字道说有时拍哭戏太投入 闹钟完全无法记台词 只好自己来改编 他举例说有时态度戏边演还敲自己头 之后发现头肿了但却记不得为何会肿成这样 杨明威这次虽然是演钟承翰的助理 但喜感演出方式仍受到喜爱与瞩目 连钟承翰都说每次拍戏现场看不到他出现都好不习惯 还会传讯息给杨明威 可见他在拍戏现场人员颇佳 而他好老爸形象强 也成为众家兄弟询问如何带小孩的咨询对象 而女儿每天真无邪 让少祥未来都想生女儿 连生两个宝贝的杨明威远想做劫子 但在音声建议下暂时打消念头 但是否要再接住生老三 他却捞头笑说带小孩花太多时间了 先喊暂停 而只要一说到女儿杨明威就会露出幸福的表情 她说女儿现在喜欢小哥哥 常会偷摸男生 也很容易跟男生混熟 现在迷上唱歌跳舞的女儿超年杨明威 起床喝奶叫爸爸 做任何事情都叫爸爸 让她好骄傲 至于现在大陆很流行做亲子节目 她表示真找上门也不会拒绝 因为可以记录女儿的成长